欢迎您继续收听,由喜马拉雅出品,结语二撰写,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,唐砖。 第四百四十节 两湖的开发是我大唐近百年最重要的任务,陛下一定会派遣重臣坐镇,我还算不上重臣,既然把越州给了我,那么坐镇八州的就不知道是谁了。 其实原来叫八零挺好的,为什么要给分开呀? 大唐君州他就是这样,分而化之,这是帝王之术的一部分,互相制肘,互相权衡,互相帮助,互为傲元,这就是天下君州分割的一个原则。 当然,随便改名字,这是帝王的特权。 叶子啊,我仔细看了官夫子两湖地形图,不得不说那里确实是一个能让帝国千年不倒的鱼米之乡。 水里有鱼仙,岸上有稻米,水路通达,一旦开发完成,大唐再无激进之忧。 官夫子说,两湖熟,天下足,绝对不是荒唐之言啊。 现在,少做梦吧,水里有鱼,还有水贼呢,岸上全是泥潭,到处都是湖水泛滥之后,留下的沼泽。 听说,连鳄鱼这种东西都有,老虎,豹子,狼,遍地都是啊,野猪一夜之间就能毁掉半亩天地,蚊虫飞起来的时候,遮天蔽日啊。 听说,有牛一夜间被蚊子吸干了血的栗子,你们怎么不为我担心,反而个个以为我一去就能变出一座繁华的城市来呢? 李承前有些不好意思,云叶说的一点没错啊,现在的巴陵就是这种现状,河里有骄,岸上有老虎,湖里盗贼横行,确实是一个贬观去植的好地方啊。 要不然,我请父皇派大军剿灭山贼,这样你去会好一些,你看如何呀? 少来了,既然让我去巴陵,湖里的盗贼也是我的,岸上的老虎,河里的骄龙。 都是我的,谁敢跟我抢,我跟谁急? 本来我就没人,好不容易这湖里面有些盗贼,你全都给搅了,我拿什么去建新的城池啊? 不许动,那里的蚂蚁都不许动。 那你做了文官,还怎么统领大军? 岭南水师说不定会被我父皇收回啊? 这个啊,你就不用操心了。 岭南水师的编制是一万人,陛下早就说过,这是一支维系大海的军队,很重要,不会给别人的。 云家是传国侯,总要有点荣耀啊。 岭南水师就是,但是陛下每年都会从岭南水师抽人,组建别的水师,然后再补给新兵。 主帅呢,是云家的家主,但是军中司马等官职却是陛下安排的。 这样很好,一个国家的军队绝对不能掌握在私人的手里,要不然就是祸患啊。 在云夜和太子等人讨论两湖问题的时候,东阳和尚歌舞分成,燕来楼的歌姬难得出来游玩一趟,都想从书院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。 那些富贵人家的公子歌就不考虑了,只有那些穷学生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。 不想老大嫁作伤人妇的歌姬们,表演得很卖力,河岸边上站满了青色衣衫的学生,冲着船上鬼叫狼嚎。 有些自命风流的家伙,已经找了小船下到河里,准备近距离的观看美女。 燕来楼的女子姿色,远远不是平民家的女子,能媲美的,再加上多才多艺,娶回家并不丢脸。 只是学院的学生,好像要求高了一些,二八的小家人是最受欢迎的。 先生,这些歌姬把东阳河弄得一团糟啊,要不要派人把他们赶走,免得饶了几位先生的清静。 作为书院最著名的证人君子,许静松当然是看不惯这些莺莺艳艳艳,虽然呢,他每个月月幕的时候都会去燕来楼会友。 事关书院风气,不得不站出来表示不满。 皱着眉头的李刚抬头看了一下那些女子,摆摆手说, 呃,用不着,书院的学生知道怎么应付眼前的事情,你把低年级的学生撵回去上课,高年级的就认他们去。 老夫都要看看,区区女色就能让这些孩子放弃自己的理想。 许静松想说一句,又闭上了嘴,李刚的话还是不要反驳的好啊,转身就去安排低年级学生上课的示意去了。 袁璋先生看看许静松的背影,对李刚说, 他在书院已经如此长的时间了,怎么还是和书院的气氛格格不入呢? 看着不错,一有事情就处处显露着一股小家子气。 几个歌姬就能让他如临大敌,一己推人,他在这方面一定不会太谨慎。 一样米,养百样人,只要他在书院尽职尽责就好,书院的日常公务,他就干得很好,严丝合缝的,算不得失职。 个人品行方面也算是不错,至于一点私人爱好,我们不宜干涉太多,那些公务我们自己还处理不来。 玉山先生低声的劝慰袁璋,袁璋先生点点头,闭目养神,他自己午后还有一堂课业要教,现在休息一下也好。 歌姬们的船就停在书院门口,远远的看着那座黑色的大门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。 姚娘伸着指头,指点着书院大门,对高山养子说, 亏人啊,您看看,这就是书院的第一井大门啊,听说呀,能走出大门的都是了不得的人啊。 前段时间,听说有一位女子就从大门走了进去,最后,书院的金钟其名,所有的学子都在门后恭迎,书院的先生们也一起向他祝贺。 隔天,那位女子就成了书院的先生,您要知道,他可是一位女子啊。 女子也能当先生?什么样的女子啊? 高山养子成功的被姚娘的话勾起了兴趣。 是一个来自西方的狐女,听说在算学刻意到有专精,用一瓢水就把一个新木桶给绽开了,不知道使的是什么法力。 书院里不是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吗?怎么还有胡子? 我来一趟,还要这么些人做掩护,难道我堂堂王女比不上一个狐女? 姚娘奇怪的看了高山养子一眼,接着说,那个狐女原来也是在我们燕来楼跳舞的,结果遇到了云猴。 然后发现这个女子居然是西方的一位圣女,您不知道啊,当时的情形可吓人了,陛下都来了,西帕迪亚居然大大方方的见了陛下,最后还迫开书院大门,是靠真本事进入书院的。 这样的女子,谁敢不佩服啊,我燕来楼尽出人才,说完就拿手帕,眼着嘴,轻笑了起来。 高山养子何尝不知道,姚娘根本就看不起她,如果不是有钱,她也不会如此的奉承自己。 同样是外国人,说起西帕迪亚呀,就是一脸的骄傲,说起自己。 姚娘,你今日怎么带着姐妹们来东阳河了? 一个清亮的女生传了过来,姚娘立刻就兴奋的跑到船头,死命的摇着花手帕说, 哎呦,西帕迪亚先生,我在这里。 高山养子把头转过去,这才发现,一个身穿书院青袍的女子站在一个竹筏上, 身后还有好几个学生,正在不断的把手里的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放进水里, 旁边放着一个沙漏,每当沙子流尽的时候,学生就会把那个奇怪的东西提起来看一下。 西帕迪亚从跳板上上了燕来楼的大船,亲热的搂抱了一下胖胖的姚娘, 姚娘的笑声立刻就大了好几分,其他的歌姬也围了上来,都被西帕迪亚挨个拥抱。 船上的声音一下子就大了起来,歌姬们纷纷把果子点心拿出来,放在西帕迪亚的身边。 西帕迪亚欢喜的左拥右抱,至于竹筏上那些一脸哀怨的学生,就当看不见。 你们在做什么呀?西帕迪亚,学生手里拿的那个怪东西是什么呀? 一个压脸袋的小歌姬,依偎在西帕迪亚的身边问道, 那是浮标,总共有三个,我们在测量东海河每一沙漏时,到底有多少水流过去。 做好记录,看看东阳河的风水期和枯水期有多大差别, 这样就可以大致推断出,发源自秦岭的这些河流,一年会有多少水流进关中,对于庄稼很重要啊。 呀,这样就能算出来河里有多少水? 看着压脸袋的小姑娘娇憨的模样,西帕迪亚得意的大笑起来, 撅着嘴在小姑娘的脸上亲了一下,惹得小姑娘娇羞的钻进了姚娘的怀里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《唐砖》。 姚娘一把就把小丫头推了出来,大笑着说, 老娘可没有奶水杯给你吃,亲一下,都是女人,又不会少块肉。 眼睛四处寻缩的西帕迪亚,忽然看到了独自坐在一边的高山阳子, 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,笑嘻嘻的来到她的身边, 抓着她的手放在鼻子上闻了闻,笑着说, 好香。 西帕迪亚非常喜欢这个柔弱无骨的小姑娘, 其他的歌姬各个是浓妆艳抹的,在勾引书院的学生, 只有这个小歌姬,柔柔的弱弱的缩在一边, 转着眼睛看着众人,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, 谁见了都会大声涟漪,更何况这个小姑娘浑身香香的,抱着很舒服。 高山阳子艰难的从西帕迪亚那对高耸的胸部钻出脑袋, 柔柔的在她耳边说道, 我很想去书院看看,总是听人说那里的各种神奇。 书院有什么好看的,都是些臭哄哄的男人, 姐姐带你去洗温泉,那里的水滑滑的,洗完澡可舒服了, 你不想变得更漂亮一点吗? 高山阳子挚扭的摇摇头, 温热的呼吸吹得西帕迪亚的耳朵眼痒痒的, 既然小姑娘喜欢去看书院,那就一起去看看也好, 这样的美人,谁会拒绝呢? 书院的弟子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西帕迪亚老师, 把哥基群里最美丽的一个带走, 从背影看,一个青山飘飘,风流潇洒, 一个曲线玲珑,婉转可人,正该是良配, 不知情者,献之勿之, 知情者,垂胸顿足,痛不欲生。 原家自然不在这些人里面, 刚刚称了半个时辰的竹筏, 有五十文钱进账, 现在呢,要换回自己的青山, 准备回到书院去上课, 每日五十,他都会来到东阳河边称竹筏, 筏子是黄鼠家的, 只要借过来就好, 对于这种事, 黄鼠家从不小气, 你是堂堂书院的学子, 不该这样倾鉴自己的,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, 原家回过头,却发现是小元宝, 高兴的拉着他的手说, 你今天怎么来了, 燕雷楼的姚娘, 怎么会准许你来书院呢? 小元宝松开手, 流着泪说, 我在燕雷楼赚钱就足够了, 你不好好读书, 为何要做这些建议? 我还不够下贱, 你非要把自己也弄成这样? 你和他人不同, 求学不易, 为什么不上进呢? 为了几个铜钱, 就给人家撑船, 刚才看见你, 借过人家的赏钱, 我恨不得投河去死啊, 原家莫名其妙的挠挠头, 对小元宝说, 撑船怎么就下贱了, 我这是利用五十的时间, 去做社会实践呢, 书院里很平常啊, 你看看现在, 在接替我撑船的叫沈公海, 他老子可是刺史啊, 他不一样需要穿着蚂蚁乘船吗? 你不明白, 这也是课业, 先生说, 这样的课业, 比学堂的课业还要重要几分, 期末的时候是要平分的, 如果不及格, 就拿不到书院的毕业证, 也就出不了诗了, 小元宝脸上的疑惑只停留了半课, 马上又布满了阴云, 差生说, 你做建议也罢了, 现在还懂得撒谎了, 谁家的学堂会这样? 我卖身进了青楼, 就是希望你能够有出息, 我就是死了也甘心了, 你知不知道, 我得知你考进了书院, 有多开心, 明知道你将来不会娶我, 我还是为你开心, 只要你能出人头地, 我就是死了, 也对得起爹娘。 看着泪如雨下的小元宝, 原家苦笑着不知道该怎么解释, 小元宝是他的童养席, 自小呢, 被爹娘当闺女一样养着, 指望有一天, 原家大了, 两个人能够成亲, 结果呢, 老人没等到, 那一天就双双亡固了, 当时原家还在私塾求学, 学业优良, 先生说, 他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的, 可是, 家里已经没有办法支撑, 原家继续求学了, 小元宝很下心, 把自己迈进了燕来楼, 筹足了钱财, 给老人办了丧事, 又出钱, 供原家继续求学, 面对这样一个一母一妻的童养席, 原家心里想的, 就是早日把他接出苦海, 原家忽然看到书院的大门, 灵机一动, 就对哭得快要晕倒的小元宝说, 正好, 你也没有来过书院, 我带你进去看看, 书院里是很神奇的, 有好大的龙骨, 有大鱼骨头, 还有数不尽的蝴蝶, 你再去先生那里, 去问问, 我这么做, 下不下见, 不就知道了吗, 机会难得, 这就走, 小元宝见原家似乎不像是在骗自己, 跟在他身后就往书院走去, 原家很自觉的没带他走大门, 他自己呢, 还没本事走出来, 到了侧门, 小元宝无论如何也不肯进去, 他看到书院里, 全是抱着书本, 匆匆忙忙的靴子, 还有长须飘飘的先生, 那里面有好多漂亮的房子, 高大的白色的房子, 给了他极大的压力, 虽然自己的衣服很漂亮, 他却能够感受到书院的那种无形的威压, 好像要把他生生的碾碎, 早就和书院的其他油皮一样, 原家已经被书院熏陶的脸皮其厚无比, 千百人面前朗诵自己的歪尸都不在话下, 扛着一个女人进入书院, 当然算不得事情了, 小元宝这时候才发现自己刚才没自杀, 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, 原家得意洋洋的扛着他进了书院, 看到别人疑问, 还笑嘻嘻的说这是自己的媳妇, 不敢进门, 被他扛进来了, 赢得众人一片喝彩, 在小元宝的脸丝带咬下, 原家总算是把他放了下来, 不知为何, 小元宝在一阵强烈的修舍之后, 竟然有一丝淡淡的甜意上涌, 小生说, 我能走, 原家想去牵手, 两三次都没有成功之后, 就背着手, 很有气度的往前走, 小元宝低着头, 一步步步踩的跟在后面, 你看啊, 这就是书院的侧门, 不是不带你走正门, 主要是我没那个本事走出来, 我们日常都是走侧门, 走正门的人不多, 只有那些自信心极度膨胀的夯祸才会走, 费时费力不讨好, 你看到的这座白楼, 就是书院的藏书楼, 你看, 这是我的借书证, 拿着它就能进去, 里面的点击浩如烟海, 穷其一生也休想研读完, 你别看我, 我这一辈子是肯定看不完的, 先生们也不要求我们读完, 说是全读完的都是书虫, 一辈子除了读书, 干不了别的, 与人无异, 与己无异, 那意思呢, 就是废物, 书不是读得越多越好吗, 小元宝觉得原家又在骗他, 那可不一定啊, 一个人一辈子的时间有限, 如果能把自己看的书, 都理解吸收成自己的学问, 那就已经算得上是了不起了, 我们还要有时间做官, 研究学问, 不能一辈子往里灌哪, 总要吸收转化为, 让我们这个世界前进的动力才成啊, 小元宝听不懂原家在说什么, 但是他很快乐, 听不懂的一定都是很高深的学问, 原家能说出这些学问, 就说明是用了功了, 原家, 你不去上课, 为何还在外面闲逛啊, 小元宝吃惊的抬起头, 他看见一个满脸胡须, 威风凛脸的大汉, 站在原家面前, 似乎很恼怒, 回禀先生, 今日卓尽第一次来书院, 学生就想着带他参观一下书院, 刚才已经脱铜窗, 向先生告假了, 哦, 既然如此, 那就继续, 你这是首次告假, 准了, 说完了, 就背着手继续学试书院, 你这个死人, 我看不看书院的, 有什么大解, 你赶紧上课去, 找来, 我已经告假了, 现在再去会被人笑话, 你在燕来楼, 过的什么日子, 我清楚, 但是我过的日子, 你却一无所知啊, 今天了解一下, 我好好地陪你逛上一整天, 我是男人, 我说了算, 今后家里也是这样, 你将来照顾好孩子就好, 小元宝流着眼泪点头, 想到自己赎身最少需要八十关钱, 原家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的, 他口中的那种日子, 永远不可能到来, 各位听众朋友们, 本集已播讲完毕, 感谢您的收听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